這個就是4表哥 它是90mm 4缸圈 除了這個4表哥之外 還有不同形態的4表哥 這個也是4表哥 這個也是4表哥 這個就是3表哥 它是90mm 2.8 除了它之外 還有 也是92.8 一個是肥狗 一個是瘦狗 還有這支 也是92.8 這支是E46版本 三個都是3表哥 這個就是2表哥 它是90mm 2缸圈 除了這個2表哥之外 還有大頭9 2表哥 還有PA 2表哥 大家都是90mm 2缸圈的鏡頭 至於Summerlux的家庭裏面 分別有21 1.4 24 1.4 28 1.4 35 1.4 51.4 75 1.4 還有91.5 一共有7個成員 不過有很多個都缺席了 這次沒有來到 只有這兩個來了 其實我差一點點 就去到夜神之家了 因為我是1.5 4.5入 就進不了去1 與其進 就只可以去到1.4 其實呢 我和75 1.25 有9乘9相似的 你看一下 外形 高度 後面的配搭 蓋 Filter Size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焦距改變了 75 1.25 因為4寫5入 就變成1 所以它就進入了夜神之家了 相對來說 我不是又跟它這麼高這麼大嗎 它只不過有一個鐵蓋 除了之後 大家都是一樣的 你看一下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給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支Leica的Summerlux 91.5光圈的AS-PH鏡頭 其實這支鏡頭 在2019年已經出產了 因為屬於極小眾的選擇 到現在才有機會 試到這支鏡頭 這個是中長距離鏡頭 主要是作為拍攝人像 在90mm這個焦段裡面 1.5 算是最大光圈的規格 除了1.5之外 還有92.0 92.8 94.0 每一個版本都有不同的款式 至於這支91.5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既然大光圈 加上是長焦距 景深是非常淺的 需要高超的技術 以及有一定的經驗 才可以控制得到這支鏡頭 主題和背景之間的分離是很鮮明的 令到人物或主題是非常突出的 亦都是因為光圈大的緣故 所以對光線非常敏銳的 輕微的光線的變化 都會在相片裡面看得到的 這支就是91.5 而另一支就是75 1.25 叫做Nautilus 這個是Summerlux 其實可以這樣說 大家的外表設計 以及光學設計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焦段的變化 而有輕微的調整 你可以叫這支 其實叫做90mm的夜神 我覺得都不過分 說了那麼多 不如同大家一起看看照片吧 這次的拍攝 就去了九龍公園 相片是用M11 加Summerlux的91.5 那些影片就是用SL2S 加91.5 拍攝的 正如我之前所說 因為這支鏡頭的景深 就在是很淺 所以用Rangefinder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對得準的 一定是用Live View 或者用Rigsofax 是更加理想的 當中也都需要用多少少的耐性 慢慢去調 我的感受就是 對焦環有時是差0.5mm 至1mm左右的距離 就是準和不準的分別 另外感受最強烈的就是 當你拍攝全身的時候 主題都會非常突出 在2.0光圈的時候 就是不容易做得到這個效果 但相反 如果拍攝人像拍得近的時候 我覺得收少少光圈 都是會好少少的 否則有時左眼清 右眼蒙 照片就不漂亮了 可能你會覺得 大光圈為何不是開盡它 那倒過來說 其實你開車也一樣 3000cc的車 不代表你每次都踩到地台有的 我想有開車的朋友 就很明白我說什麼了 好了 說話不多說了 請慢慢欣賞上片 到底一個可怕就曾出現 ships大家機制人 更大 的話 稍後有最久 自由的忘記 你們可以付出 為何的 我保管 你冬andel 自然 由於 91.5mm相片 大家看完91.5mm相片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用的 希望你給我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